奇怪 怎么没有自愈啊 这不是好事吗 说明 你越来越像一个正常人了 你拐着弯的骂我是吧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你送给李雨柔的 就是这只布药 别以为添了几颗桌子 我就不认识 云瓶清玉金布药 这布药有两只 这清玉虽好 但是王妃真正喜欢的 其实是云瓶 两瓶虽白 仍真心不赖 我知道你还没有放下 笛子的主人 尔玉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尔玉他不是 总有一天 我会把他从你心里 全部赶走 肃子卖土得富贵 可怜贵妃苦未寒呀 原来冯贵妃是因他而死 也像此人已是满城皆知 断不可再留 三天之内悄悄做掉 此前做和解 此前的表意乃是前朝忠烈 袁太师含冤下狱 已死自证清白的典故 难道朕 真的错怪冯贵妃了 冯贵妃死前三日 是不是因为腹痛 而宣你医治啊 当日贵妃娘娘的脉下 似有早运之诈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朕 姐 放心 你大仇得雪的日子 马上就要到了 你不是跟我说过 我才是冯府的女主人 你跟我说过 永远都不想离开我 难道也是假的吗 还真是运魂不散哪 冯夕 冯夕 你不要吓我 你快点出来 冯夕